各位早上好 欢迎继续加入第二个小时的凤凰早班车 带您关注时事要闻 中国东盟十加意外展会13号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出席会议并且发表讲话 王毅指出 当前国际地区形势复杂深刻演变 中国愿同东盟珍惜双方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 把握双方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 不断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王毅与东盟各国外长在会前共同上台 以东盟方式手拉手肩并肩的合影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与东盟携手合作的姿态 王毅表示 20年来 中国和东盟全方位拓展互利合作 成功走出了一条长期睦邻友好 长期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 东亚也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快 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一个地区 双方正在积极推进自贸区3.0版的谈判 推动RCEP全面生效 共同做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的坚定的倡导者 王毅表示 中方积极参与并坚定支持 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 欢迎南海行为准则 按文二读成功完成 愿为早日达成准则 继续发挥见识性的作用 方卫视综合报道 东盟与中日韩石加萨外长会 13号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 中央外卫主任王毅出席会议 并且发表讲话 王毅与东盟各国外长 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和韩国外长朴振 在会前共同上台 以东盟方式手拉手肩并肩的合影 与会外长强调了东盟在应对全球挑战中的 中心地位以及保持团结的重要性 王毅指出 十加三国家因密切合作 全力推动地区经济恢复增长 十加三合作是东亚区域合作最成熟的机制之一 长期以来为东亚繁荣发展 做出了积极贡献 当前国际格局加速演变 东亚的未来及充满机遇 也遍布挑战 十加三国家作为地区主要经济体 应加强团结 密切合作 共赢挑战 我们应全力推动地区经济恢复增长 为RCEP经济技术合作提供捐款 支持东盟国家提升协定实施能力 林芳正表示 印太地区要保持发展中心地位 就必须维护和加强以法治为基础的 自由开放国际秩序 朴正则表示 韩方坚定支持东盟中心地位 和东盟印太展望 将密切配合 确保十加三继续作为区域合作的主要载体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日下午在雅加达 应约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王毅说 美方要反思 导致中美关系陷入严重困难的症结 双方要从具体事情做起 为中美关系的稳定积累条件 排除干扰 双方认为 这次的会晤是坦诚 务实 建设性的 并同意继续保持沟通 在会见中 王毅说 国务卿先生上月访华 习近平主席就稳定发展中美关系 提出重要战略指导型意见 双方达成一些共识 最重要就是重回巴厘岛议程 王毅说 美方要反思 导致中美关系陷入严重困难的症结 把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共识 真正转化为具体行动 更需要把拜登总统多次做出的一系列承诺 切实落在实处 双方要从具体事情做起 坚决阻止灰犀牛 妥善处理黑天鹅 彻底搬掉拦路虎 王毅阐述了中方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 要求美方不得肆意干涉中国内政 不得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停止对华经贸和科技打压 取消非法无理制裁 双方还就开展亚太 海上事物磋商等进行了积极探讨 认为这次会晤是坦诚 务实 建设性的 并同意继续保持沟通 13号下午 王毅和布林肯在亚加达的双边会见 是媒体在这一次东盟系列会议中间的一个关注的热点 这次会见是不到两个小时 凤凰卫视高棉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报道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号应约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雅加达会晤 美国国务院表示 双方在广泛议题上进行了坦诚和建设性讨论 并且同意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之内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号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印尼亚加达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会面 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双方就以一系列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 包括分歧领域和潜在合作领域进行了坦诚和建设性的讨论 美国国务院指出 布林肯在会晤中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他还直接提出了美国籍盟友和伙伴国家对中国行动的关切 并且呼吁共同应对影响中美及全球的跨国挑战 美方认为这次会议是保持中美沟通渠道畅通 澄清美国在广泛问题上的利益 并且通过减少误解误判的风险来负责任管理中美竞争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 这也是世界对中美的共同期望 中美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 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由美方高级官员向媒体表示 拜登政府认为中美在外交节奏上正在恢复正常 继布林肯和美国财长耶伦访华后 美国总统气候特使克里即将访问中国 纽约时报报道称 至少有三位中国部长级官员将会在今年10月之前访问美国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士顿报道 再来起关注到的是中国海警局13号表示 日本瑞宝王号渔船当天非法进入中国吃围与领海 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日本渔船采取必要管控措施 并且警告续离 中国海警局还表示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在本国管辖海域 展开海上维权执法活动 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这个海域的一切违法活动 确保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朝鲜12号发射火星18型洲际弹道导弹 而相隔一天 也就是13号 美国派遣了B-52H战略轰炸机到韩国 与韩国空军在朝鲜半岛上空举行了联合演习 这是B-52H战略轰炸机参演 与韩军的F-15K美国空军的F-16战机 在朝鲜半岛上空操演联合编队飞行 韩方表示通过这次演习 韩美迅速向半岛调遣美国的延伸威胁战力 提高联合作战能力 再次的展现韩美同盟压倒性战力的联防力量和态势 日后将加强调遣的频度和强度 用行动体现韩美同航 延续延伸力量 以实力求和平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 俄乌战事持续当中 美国国防部的一名高级官员13号证实 乌克兰已经收到美国的急速弹药 而俄军的消息指出乌军目前已经用急速弹药轰炸了顿巴斯地区 另外无防止首都基辅连续第三天在夜间遭到了俄军的空袭 美国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西姆斯13号证实 结束弹药目前已经运抵乌克兰 但甚不清楚乌军是否已开始使用 当天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扎波罗热塔夫里亚地区一名行动指挥官 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也表示 乌方已经获得急速弹药 相信这种武器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战场局面 他还称 乌方高级领导层将决定急速弹药可使用的范围 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这种武器是被禁止的 即使这些地区被俄军占领也不可以使用 不过俄媒引述俄军消息说 乌军目前已用急速弹药轰炸包括顿涅茨克市在内的顿巴斯地区 俄方此前曾警告如美国对乌供应急速弹药 俄军将被迫对乌军使用同类弹药 美媒报道则指 美国表示已获得乌方书面保证 会将平民遭受的风险程度降到最低 此外有关急速弹药的供应也是暂时的 俄军13号凌晨继续向乌克兰发动袭击 首都基辅连续第三晚遇袭 乌军表示 防空系统击落了俄军向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射的全部20架无人机 另外还击落两枚射向其他地区的口径巡航导弹 有无人机碎片击中建筑物发生爆炸 基辅室内不同地区都传出爆炸声 不少民众漏夜被疏散到户外 当局表示 有两人在碎片坠落引发的火灾中吸入过多浓烟 还有两人被碎片击中受伤 另外南部赫尔松地区和扎波罗热地区有两人在袭击中身亡 北部苏梅地区一人丧生 而在乌克兰东部战场 乌军13号发布视频 省称摧毁了巴赫木特附近一个俄军弹药库 画面显示 爆炸产生的烟雾直冲天际 道路和田野上布满爆炸坑 东部作战司令部发言人表示 乌军在巴赫木特南役取得部分进展 并掌握了战略主动权 他又指 俄军正进行令人难以置信的抵抗 但未能突破乌军在利曼和库皮扬斯克附近的防线 俄军部队13号就表示 俄方炮兵在库皮扬斯克成功截断乌军在前沿阵地的轮换 多名乌军被炸死 同时也炸毁乌方一门排击炮 及榴弹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凤凰卫视特派乌克兰记者陈颖 在乌克兰东部战区遇到正在修建防御阵地的一个陆军小队 并且获准拍摄和采访 受访的乌军军士表示 这场战争已经打得太久 很希望战争尽快结束 在乌克兰东部战区采访的过程中 我们遇到了一个正在修建防御阵地的乌克兰陆军小队 经过沟通 我们被允许进行有限的拍摄 前提是不可以暴露他们的位置 领导这个小队的军事 因为要接受采访而特意遮挡了面部 他表示他是在去年2月24日之后 自行决定参军的 这位51岁的军士说 他曾经在巴赫木特前线战斗过 前几天他有两个战友在行车过程中 因为俄军轰炸而死在我们拍摄附近的区域 目前他们是处在第二道防线的位置上 迪米特里说他在服役的这一年多期间 有三次回家探亲的机会 每次假期有十天 他说尽管很多乌克兰人都想参军 但社会也需要平民 迪米特里说这场战争打得太久了 他说他很想回家 我很想死, żeby冤极了, чтобы回家回家 因为我叫家们国际戴,爱我 很想死,她稍微缠着她 但我们稍微再结婚了 得有几部免和武器吗? 对,我们的掌握也是很不坏的 迪米特里向我们展示了他随身携带的AK-74 采访过程中我们能不断听到或近或远的炮弹声 我们的向导说他也听到了飞弹从我们上空飞过的声音 凤凰卫视陈盈发自乌克兰东部战区的报道 在立陶宛举行的北约峰会上 德国总理舒尔茨宣布再次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亿欧元的武器 德国在乌克兰的武器供应国当中仅次于美国排在第二位 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 美国对于德国国防开支费用较低一直不是非常满意 并且希望德国能够将军费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 而这次在北约峰会上 德国总理舒尔茨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明确表示 最早将在明年实现这一目标 舒尔茨还表示 德国正在为北约防务联盟做出自己的贡献 从2025年起将有3万5千名联邦国防军士兵 在两个最高战备等级的部队中服役 而在所有条件满备之后 联邦国防军也将派驻一个旅在立陶宛 协助加强北约东义 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阶段 我们必须要对一个阶段的阶段 舒尔茨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 还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并重申 只要有必要 德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在舒尔茨宣布的 向乌克兰所提供的额外军事支持中 包括40辆马德尔步兵战车 25辆豹衣A5主战坦克 和5辆装甲抢修车 以及爱国者防空导弹发射器等 现在又是一波新的但普太吉尔 和韩众继续持续持续 所有材料都会在这方面 会向兴趣和孙途 再发展到 然后也认为 这些重要的决定 都会得到 令党叶特定 好处备 奉皇卫视孙谦 德国柏林报道 乌克兰军事法律研究中心 主席穆辛科表示 对乌克兰而言 七国集团声明支持乌克兰 是维尔纽斯北约峰会取得的主要成果 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 也从这次峰会当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 这将大大加强他们的安全 乌克兰专家认为维尔纽斯峰会 显示了北约联盟中存在的问题 北约联盟联合安全决策之所以困难 是因为联盟规模庞大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 和对政治局势的看法 这些传统美国家和共和国家有利息 我们前照片 公共和区利益 这本宗主要是什么 这是绝对我们的维尔约 的 这也是重要的 我们将来不要去 还有所参加的维尔约 这怎么再 rework我几个年报 可能10 可能15 可能年轻人 可能两个 可能年纪多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但在这步骤我们最重要是生命 和进入入境 而我们需要这些保证 乌克兰专家认为 乌克兰在加入北约之前 所期望的安全保证问题 以及希望伙伴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 成为北约峰会讨论的关键 峰会并没有给出乌克兰加入的具体步骤 乌克兰加入北约仍存在不确定性 乌克兰专家表示 七国集团在乌克兰问题上 达成共识要容易得多 而且也会有其他国家加入七国集团 对乌克兰的支持 比如波兰 波罗的海国家 这些国家会为乌克兰提供最强有力的支持 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刚刚落下帷幕的北约立陶宛峰会上 有关乌克兰与北约未来的关系 是重点的议题 有欧盟国防智库专家就分析认为 在俄乌战争仍在持续的阶段里 寻求对话解决危机 仍然应该是优先的方案 而北约商议有关乌克兰入约问题 没有能够征求成员国民众的意愿 是违背民主原则的做法 北约不断地寻求扩张引发冲突 这是世界和平的真正威胁 此次北约维尔纽斯峰会上 与会各方重点就乌克兰入约问题进行了商讨 有欧盟国防智库专家认为 北约不断寻求扩张 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冲突 是世界和平的真正威胁 而对于乌克兰是否能够 以及何时能够加入北约问题 北约从未征求过成员国民众的意愿 这是对国家民主原则的违背 他同时表示 在俄乌冲突问题上 寻求以对话方式解决危机 始终应是优先方案 而北约不断扩大对乌军援规模 通过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 派遣军事顾问等 对俄罗斯发动代理人战争 已经令北约在国际社会失去公信力 北约是否有能力帮助乌克兰走出危机 或是否真的有意愿结束这场危机 受到外界质疑 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能够 能够在外出 在外面的问题 在外面的选择 或是有意义的选择 在外面的选择 是否与党 能够立正确保护 当我们看到了 几个 interviews 被决了 由 Christine Lagarde 由 François Hollande 由 Jacques Attali 由于是否则的 我们看到 分析认为乌克兰对北约的不满 是北约并不希望在此次峰会上 向外界展现的一面 而成员国内部因维护各自利益 而在很多关键性问题上 不愿发出统一声音 做出一致决定的问题 也令到北约的团结经受考验 风卫士李莫威江新 立陶宛 维尔纽斯报道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消息 一会见 博鳌亚洲论坛 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论坛 第二届大会新闻发布会 13号的下午在长沙举行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宝东宣布 博鳌金安论坛第二届大会 定于10月29号至31号 在湖南长沙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大会主题为 全球发展共享安全 金安论坛第二届大会将举办 开幕大会 博览会 中外企业家对话会 分论坛 园州会等30亿场活动 将会深入地分析经济发展与安全领域新趋势新动向 深入探讨如何更好地推动全球发展 共享安全 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 13号回答记者提问 就大陆方面对此前涉嫌和台独关联的四家企业 采取的惩戒措施做出最新说明 表示不再对天亮医疗采取惩戒措施 对其他三家企业的惩戒措施不变 陈兵华说 近一年来天亮医疗多次提供相关材料解释涉事情况 表示和台独组织发生关联是内部管理视察 企业负责人表示 他本人及企业支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将和台独相关组织机构划清界限 陈兵华称 鉴于天亮医疗深刻认识错误 表达两岸关系正确立场 有关部门决定即日起不再对天亮医疗 采取禁止大陆组织企业个人 与其进行交易合作和禁止负责人入境等措施 2022年8月 大陆方面针对台独组织的相关商业机构 做出惩戒措施 随着天亮医疗解除惩戒 其余三家企业分别是宣德能源 灵网科技和天眼卫星科技 在台湾 国民党2024大选参选人侯友宜 民调低迷 虽然有声音提议说要挺郭换侯 也就是换上郭台铭为国民党出战 但是台湾时政评论员陈凤欣就认为 国民党党内的挺郭派并非主流声音 一起来听一下他的点评 现在的关键点在于真的换侯的声浪 在国民党内部是真正的主流吗 这才是真正的大问号 其实号称说挺郭派的中常委串联联署 然后要凑到多少的人数等等 那我曾经遇到一些跟挺郭派 号称点名说要列为挺郭派联署人士的人 他们说他们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想法 也从来都没有人刚提起说要串联 然后目的其实是为了要挺郭台铭 而且消息电报了之后 他们才知道说原来他们要参与的聚会 目的是为了要挺郭台铭 很多人其实内心还蛮气愤的 就觉得说这样子好像被朋友给耍了 其实我到目前为止 我判断他独入参选的几率 还是低于50%的 那么郭派联署其实他的个性 在四年前跟现在 在政治上面的个性 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动 就是他因为对政治不熟悉 所以他在政治上面 依赖了非常非常多 各方的逢阵的一些人士 但这一些人的意见很不一致 所以他也就显得在政治上面 东摇西白 常常没有一个定向 可是真的到了最后关头的时候 他宗教作为一个企业家 其实不打没有把握的仗 如果要独立参选的话 其实现在情势非常的清楚 独立参选他反而会成为 可能在非绿阵营当中主要的罪人 因为他就会拉到侯友宜的票 也会更会拉到哥文哲的票 所以你会发现他每一个领域 都不被获得任何的好评 所以我觉得在盛政机率偏低 然后同时又会得罪各方的情况之下 他在最后关头独立参选的机率 以他的个性来看 我判断还是偏低的 所以独立参选不困难 但是他要下独立参选的决定这件事情 我目前还是判断机率偏低 国民党党内有声音提出 换郭台铭出展2024大选 但是有人认为这并不是主流的声音 所以相关的话题 我们继续邀请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 为大家来做点评分析 郑先生您好 您如何来看待国民党内部 对于挺郭换猴的争议呢 代表国民党出展2024台湾大选的侯友宜呢 他的民调呢一直是不稳定 持续的下滑 那么因此呢 在国民党党内 以及呢 在台湾党内社会上 支持蓝英的那些民众 提出了要换人 这样的一个呼声的气势呢 一直存在 但是呢 我也注意到 朱立伦 就是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呢 他姓氏蛋的说 换人绝无可能 那么因为侯友宜 他的支持率持续的低迷 所以呢 这个换人的这个声浪 存在 它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 但是国民党最后是否真的要换人 那么其实呢 在历史上有过教训 换人不见得就能够打赢这场选战 而且呢 会对党内的分裂 造成进一步的一个 影响 那么我说的这个历史事实呢 大家可能还记得在2016年 台湾岛内 这个大雪期间 在这个投票之前 2015年的 10月份 当时呢 国民党就做出了一个换人的决定 换上了朱立伦 换掉了 洪秀柱 洪秀柱呢 是在2015年的6月份 因为党内没有人 愿意出来 这个代表国民党来参选 特别是四大金刚 没有一个人 愿意这个 出来参选 这四大金刚呢 就是这个朱立伦了 吴敦一了 胡志强了 王金平 他们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于是乎呢 当时的这个时任 立法院的副院长 洪秀柱 他毅然决定 代表国民党来出征 这是他个人的一个决定 而且呢 迅速得到了党内同仁的支持 以全票通过 就是国民党中央委会 全票通过 那么在7月份 他正式代表国民党来出战 那么当时的这个洪秀柱的人气 是非常高的 特别是在两岸议题上 他的立场 他的态度 他的这个 这个政策主张 非常的明显 但是呢 却也因为此 于是乎呢 得到了党内 以及包括绿营 还有这个台湾社会的一个反对 给他扣上了一个 所谓集统的帽子 这个呢 国民党要负上一定的责任 因为呢 当时呢 洪秀柱提出 在坚持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 提出了一个所谓 两岸 这个同表 这样的一个主张 所谓同表呢 就是大陆 台湾 对一中 同数表述 两岸同数一个中国 这个呢 跟国民党过去 所坚持的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有所不同 于是乎 国民党内部 首先 对他的这个 两岸同表 一中同表 这样一个主张 提出批评 特别是当时的 这个马英九 包括朱立伦本人 本人 都提出一个批评 他说呢 是偏离了台湾的 主流的民意 再加上 民进党的 极力的打压 给他抹灰 带上了一个 所谓急筒的帽子 那么这样的话呢 洪秀柱 后来的民调 就一直下滑 就造成了 后来国民党 要换人的 这样的一个举动 而当时 压倒洪秀柱的 最后一个稻草 是谁呢 就是朱立伦 朱立伦 他在社会上 不断的来说 洪秀柱的 一中同表的主张 是偏离了 台湾主流民意 于是后呢 这个党内 就是国民党内 决定要换人 这个历史事实 他就是这样 当然洪秀柱 后来呢 是被这个朱立伦 换掉 朱立伦呢 当时是新北市的市长 也是国民党的 时任的这个 党主席 他也没有胜选 朱立伦本人 也没有胜选 而且输得很惨 那么当然 现在这个换人的 呼声背后的原因 有所不同 侯友谊呢 是因为他的这个 缺乏人格魅力 因此呢 这个得不到 这个蓝银 或者是台湾部分 支持蓝银的 选民的支持 和洪秀柱 当时提出一中各表 一中同表 是有所不同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换人件事情 它的本质上 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国民党内部的 严重的分裂 不团结 那么是造成 国民党不可能会赢 这个2024大选的 一个主要的原因 换谁上来 党内部团结 就根本就没有办法 赢得选战 在这方面 我们看一看民进党 民进党平时 各有各的主张 相互指责 相互对骂 但是一到选举的时候 大家是拧成一股绳 全心 全心全意来拼大选 所以呢 民进党 这个往往呢 就会从中取胜 经常的得手 那么相反 国民党 确实越到 关键的时候 越分裂 越到关键的时候 越有个人的 小算盘 小主张 小念头 那么这样的话 怎么能够团结一致 来共同迎战呢 所以 如果换人的话 我相信国民党 还是赢不了 还是赢不了 无论是换谁 都赢不了 那么当然 朱立伦现在说 绝不会换人 硬着头皮 也要打这场选战 那么 但是 如果侯友宜 自己不调整自己 同时呢 不能够得到党内的 齐心协力的 包括发展组织 齐心协力的对他的支持的话 侯友宜 也是 胜选无望 两位 好的了解 谢谢郑浩先生的 点评与分析 上半年 中国经济的运行 整体回升向好 以人民币一计价 上半年出口 按年增长3.7% 外贸结构持续优化 不过进口 按年跌0.1% 专家认为 除了内需疲弱 除了有待 提振性政策出台之外 全球经济放缓 也加剧了 内地制造业的弱势 从而对内需 产生不利的影响 上半年 中国经济运行 整体回升向好 外贸进出口 稳中提制 符合预期 上半年 进出口同比增长 2.1% 规模创历史 同期新高 首次突破 20万亿元人民币 以人民币计价 上半年出口 按年增长3.7% 其中外贸结构 持续优化 电动载人汽车 锂电池 太阳能电池 等新三样产品 合计出口增长 61.6% 拉动整体出口增长 1.8个百分点 而民营企业 进出口增长8.9% 占进出口总值比重 提升至52.7% 专家认为 汇率因素加持下 能够确保出口表现 下半年来说 环球经济来说 向下的压力是存在的 所以变成 挑战未完全减除 所以怎样去提振外需 这方面来说 这个就不受到国家控制 但某程度上来看 企业方面 是否因应人营民币的匯率 那方面的竞争性会加强 所以下半年来说 我相信 如果这个因素 能够翻映出来的话 尽管外需减弱 出口量应该都有 一个保证在 不过上半年进口按年跌0.1% 专家认为内需在上半年虽然增长 但仍显疲弱 有待提振性政策出台以外 全球经济放缓也加剧了内地制造业弱势 从而对内需产生不利影响 所以来看进口的下跌来说 这个其实都是意料之中 这方面来说 要视乎整体上国家的 找经济政策在7月份或是在第三季度 会否有新的出台 本身来看资源或是运用上来看 价格有否上升 本身经济上使用相关进口的材料 或者各方面来看有否一个提振 这方面当然大家就不能够完全觉得 来税可能某程度上是跟材料的进口 还有一个制造业有定关联性的 汪天娜又指出 展望中国下半年进出口的表现或温和上升 随着经济提振政策的推出 以及进口趋缓部分或转为国内采购 内需有望加快恢复 富豪卫视 季思青 香港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豪宅市场 今天香港电台报道称 香港的业内人士表示 香港恢复通关之后 豪宅市场的销售量并没有大幅的增多 而原因是在于豪宅买卖 不少是涉及到了海外的买家 需要支付额外的硬花税 销售是比一般的住宅慢 而且受制于高息环境 预计下半年也不会有大的改变 所以预计要到明年第二季 美国开始减息 豪宅市场才会有豪转 业内人士也表示 目前的豪宅楼价和去年9月相比 变化不大 上下浮动大概5% 由于供应量比较少 业主的持货能力强 不会轻易大幅减价 预计楼价可以保持平稳 另外香港地产商 常识集团终止出售 半山豪宅拨老道项目 指出买方新加坡华瑞资本 并没有按照买卖协议 已经没收了买家 已支付的近20.77亿元定金 香港和新加坡正当亚太区家族办公室枢纽 相继的推出了支持家族办公室落户的系列政策 瑞银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 政策灵活 落户效率高 配套生活设施完善 以及方便加班成员宜居 是香港的优势所在 香港力争成为亚太区家族办公室枢纽 并于5月推出家族办公室利得税减免 新加坡随后也推出类似税股减免举措 对比香港和新加坡吸引家伴落户的优势 瑞银专家卢安月表示 家伴落户政策灵活 效率高 是香港的优势所在 卢安月补充 香港成立加班不需要向监管机构申请 而新加坡走完申请流程 往往需要等待9个月以上 此外 他指出香港并未指定 两名全职成员的具体职责 而新加坡指定必须做投资 同时加班成员方便移居 以及永久居留权规则清晰 是香港的优移优势 而新加坡永久居留权的流程较为繁琐 你香港移民国那里都说 一个人拿到一个权利在香港居留 他在香港有一个永久的居所 在香港这边过了7年之后 他就可以得到永久居留权 他指言香港特区政府正推广发展高科技公司 这类高速增长公司的股权投资和私募基金 能够吸引到相关加班投资 同时香港释发绿色债券和可持续债券的国际金融中心 后为加班带来稳定的投资汇报 香港作为中国和国际资金汇聚的大都会 市场观望在这里与中国经济发展相关的高速增长机会 能否吸引更多海外家族办公室的资金流入 凤凰卫视 张佑人 香港报道 由香港中乐团作为主办方之一的 鼓动心弦连结世界如新赏乐音乐会 13号在香港举办 香港中乐团就表示 希望能够借鼓声为本地市民驱散疫情阴霾 迎接新生活 而接下来会继续的不遗余力推广传统文化 鼓声雷动鼓舞人心 鼓动心弦连结世界 如新赏乐音乐会13号在香港举办 鼓声成为这场音乐会的重要元素 香港中乐团艺术总监兼终身指挥 颜慧昌表示 2003年沙士影响香港市民生活 由此创立香港鼓乐节 今年举办这个音乐会 希望通过鼓声再次赶走疫情阴霾 迎接新生活 所以在20年前 我们创立了我们香港鼓乐节 来赶走这个阴霾 迎来新的生活 20年之后 我们经历三年的疫情之后 我们再迎来了我们的鼓乐节的20周年 所以以鼓乐文化为一条主线 来去策划我们的演会 特别是在今年是有个特别的意义 颜慧昌透露 在中西文化交会的香港 香港中乐团在传统文化推广方面责任重大 希望能够直跟中华传统文化沃土 结合各类文化艺术进行创新 我们不论是跟西方的交响音乐来结合 还是跟西方的流行乐结合 还是跟我们香港最有特色的 广东的乐曲流行音乐文化来结合 还是跟我们的戏曲 甚至跟文学 总而言之就是说 不具一个 我们通过这个部分来发展 一个国际大都市的这样的大群乐团 它的一个艺术特色 音乐会透过四首乐曲的幽阳缠绵 带领现场观众 仿佛游历了东北的黑土地 支撑于江苏的水乡古镇 来到云南阿瓦山 甚至到达波澜壮阔的黄河流域 音乐会最后的黄河唱响掀起全场高潮 台下的观众举起入场时 获发的波浪鼓与台上的指挥互动演奏 共同唱游黄河奔流般的澎湃意境 有不少现场的观众市民表示 如果下次还有这样的音乐会 还会再来 能容纳1600人的音乐厅高棚满座 除了本地市民还吸引外籍观众参与 目前香港猫发局正举办文化契约活动 也会常指出香港中乐团响应相关号召 在7月举办多场面向成人和儿童的音乐会 此外9月将探入乐团的新乐集 届时会推出传统与经典结合的主题音乐会 凤凤卫视张佑仁相关报道 来关注今天的药文早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香港商业电台的一则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以及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日本与欧盟首脑峰会 并且发表联合声明指出 反对世界上任何地方试图单方面通过武力或胁迫 改变现状的行为 欧盟同时宣布将撤销在2011年福岛核事故之后 对福岛等10个县的食品 包括野菇 鱼类以及水产 实施的进口限制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指出 是基于最新的科学证据做出这次的决定 日本传媒预料 欧盟最快会在下个月起解除有关禁令 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预计8月份展开 越南媒体一直都在跟踪报道 核污染水排海计划的进展 而越南政府强调支持维护海洋环境 任何行为要符合国际海洋法公约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规定 核内市中心不难找到日本超市和日本料理餐厅 这家超市主要销售日本进口货 30出头的培越胜是这里的常客 他说日本人是出了名的注重保健 日本食品是他买给孩子的首选 但当知道日本政府宣布将开展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培越胜也有了担忧 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在越南并未引起很大关注 越南主要媒体已报道排海计划进展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态度 以及周边国家特别是中韩和太平洋岛国的反应为主 而网民对此事的讨论也不见热络 单人用网民跟贴留言 质疑日本政府做法 则问100万吨核污染水如何处理 经处理的核污染水 如果安全 为何不留作当地灌溉 而非要排出海 越美从2021年就开始报道 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所引发的争议 但大多都转发外媒的报道 并没有直接表达越南观点 越南外交部2021年回应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时 完转表示 支持英和平目的的原子能使用和发展权 但需要各国确保信息分享的透明度 负责任的处理应对任何事故 越南外交部在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 在重申越南的立场 并表示越南支持维护海洋环境 符合国际海洋法公约 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规定 外国国会13号举行 总理选举投票 远近党党首PTA 是当天投票当中唯一的总理人选 而投票的结果显示 PTA的得票数并未过半 泰国的国会将会择期 再次举行总理选举 根据报道 下一次的选举日期 可能会在本月的19号和20号 当天下午 国会两院一共676名到场议员 进行了投票 最终PTA得票数 未超过国会两院750票的半数 未能在此次的国会选举当中 当选泰国总理 泰国国会由下议院和上议院 一共750名的议员组成 获得全部议员半数以上 也就是至少376票支持的候选人 当选为总理 9月14号是法国国庆日 在国庆日前夕 总统马克龙公开表扬法国军队 协助乌克兰军队作战 马克龙在法国国防部 将会参加国庆阅兵的人士 发表讲话 他赞扬法国军队在俄乌战事爆发之后 协助训练乌克兰士兵 并且提供多种第一流武器 例如坦克以及防空系统 支持乌克兰的军民作战 作用巨大 14号是法国巴士抵日 也是国庆日 以纪念1789年7月14号 民众攻打巴士抵御 掀起法国大革命 多利将会举行游行等庆祝活动 今年印度总理莫迪 获邀作为嘉宾到法国访问两天 马克龙抗力在爱丽谢宫 欢迎他的到访 印度海陆空三军也会参与法国阅兵仪式 反映两国近期不断深化合作 预计两国会达成一项国防交易 以及新的合作项目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香港大公报报道的凌晨最新消息 在美国阿灵顿举行的世界女排联赛的总决赛八强当中 中国女排表现出色 凭着队长袁新月在第四局末段关键性的篮网 以25比21 25比20 20比25 25比23 击败了巴西 跻身香港时间本周日凌晨上演的四强来对阵波兰 中央方在世界联赛分战同样录得了八胜四负 跻身总决赛 巴西以较佳的失局差而排名第四位 中国女排紧随其后排名为第五位 最后呢大家要关注几则娱乐新闻 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谢年53岁的月谈天后王菲宇年纪小11年的谢霆锋 在2014年复合至今一直爱得低调 2021年就有内地媒体拍到王菲与霆锋一起外出参加朋友聚餐 反后霆锋牵着王菲的手走出餐厅 重演21年前世纪牵手的一幕 并一起返回家中 再次历迫分手传闻 今年3月 两人又被拍到手托手现身北京机场 感情看来相当稳定 不过周三却又突然再传他们分手 有关话题更登上了社交平台热搜 不过消息传出之后大批内地网民似乎不太相信分手传闻 并留言表示 草作而已 估计是假的 即反正我不信等等 而谢霆锋随后亲口否认 与王菲分手传闻 更霸气地回应说 别久不久拿我们两个来搞行不行 7月27号是歌神陈一迅的49岁生日 但届时他将不在香港 数百名歌迷日前提前为他轻声 并送上不少别具心思的礼物 陈一迅全程表现得十分兴奋 很感谢你们每一位有份参与的朋友 我都很少机会见到 很感恨他们见到你们 有点是第一次的 很开心 我真的开心 我会开心很久的 而陈一迅本周六开始将在台北小巨蛋 举行七场演唱会 之后八月底再到北美巡回 演出六战 更成为首名在三藩市Chase Center 舞台演唱的亚洲歌手 为华人歌手开创新的历史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也请您关注凤凰卫视的各节新闻 我们还有更多的新闻报道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